军武速地军情必达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一艘退役32年的航空母舰牵动着全中国军迷的心 8月16日下午40许 停泊在江苏南通苏通大桥下港池里的苏联红海军 明斯克号航空母舰突发大火 大火持续燃烧一整夜 最终在消防部门的奋力铺就下 大火才得以熄灭 8月17日上午 从苏通大桥的监控视频上 也从现场围观群众拍摄的照片来看 我们终于可以一睹过火之后的明斯克号航空母舰全冒了 从火灾后的情况看 明斯克号航空母舰可谓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 它的过火面积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只是集中在舰体中部和前部 在其变号015的上方 可以隐约看见从弦窗里冒出的烟迹 而起火最严重的部分 则集中在舰桥下方的舱室内 而在舰桥后方则基本没有影响 看不到什么过火的痕迹 优的是 明斯克号恰恰是舰桥部位 过火最为严重 16日晚上咱们已经看到了 从舰桥上窜出来的火焰有十多米高 17日早上好不容易火焰熄灭之后 大家的心凉了半截 明斯克号的前部舰桥 包括航海舰桥 航空指挥舰桥 到烟纵前方的主桅杆 全烧没了 堪称是一片狼藉 明斯克号的舰桥之所以烧得这么严重 后来很快有人拿出了资料 表示明斯克号在建造的时候 上层建筑就没有使用钢材 而是采用了铝镁合金主体建造 相比传统的钢材 利用铝镁合金建造的上层建筑 重量可以减轻十分之一左右 刚度更高 耐腐蚀性也更好 但缺点是不耐高温 在火烧的情况下 会很快软化变形 而且会出现类似于铝热剂的燃烧效应 燃烧异常猛烈 发出耀眼的强光 就跟16日晚上我们看到的情况那样 上世纪70年代左右 水面舰艇上舰 使用铝镁合金这种新材料建造 也算是国际造舰界的潮流 诸如美国海军的佩里级护卫舰 还有英国皇家海军的 四二型驱逐舰等 明斯克号航空母舰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在马岛战争后 铝镁合金上层建筑不耐火 不耐高温 燃烧之后容易倒塌的问题被发现 于是国际造舰界 在其后又纷纷放弃了 铝镁合金上层建筑 改为使用传统的钢结构上舰 如中国海军现役的护卫舰 上层建筑就普遍使用 排号为L907A 屈服强度为390兆帕的舰艇钢制造 明斯克号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舰艇 自然没有预料到 其后国际造舰界的潮流 没想到最后就栽在了 这个铝镁合金上层建筑的手上 面对这场熊熊大火 我们最感慨的是 明斯克号命运多船的历史 在该舰1978年加入苏联红海军之后 先后在黑海舰队和红旗太平洋舰队服役 尤其担任过太平洋舰队的旗舰 在冷战的最后岁月中 强大的明斯克号航空母舰 一直是悬在日本自卫队头上的一柄利舰 以至于日本人神经过敏地 写过一本明斯克号出击的小说 在他服役的十多年时间里 这艘红海军的蒙冲巨舰 曾经骄傲地航行在蔚蓝色的黑海 还有覆盖着茫茫海滨的西北太平洋上 向世人招视着红海军的辉煌与荣光 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红色巨人的轰然倒塌 明斯克号的服役生涯 会在1992年戛然而止 随后更是辗转往复 先是被卖到韩国 险些变成废铁 然后又被卖到中国 在深圳大鹏湾和舟山群岛 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所 而最后 谁也没想到的是 他会在南通的苏通大桥下 因为一场大火唱向生命终结的晚歌